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王文秀女士和王珍珍小姐入场 欢迎 等一下再拍 等一下再拍 一会儿再拍 文秀 珍珍 珍珍 你不是等很久了吗 爸 珍珍 文秀 好 谢谢各位记者朋友们 大家请坐坐 有请陈夫人和陈思琪小姐入场 现在有请我们的陈总经理上台 为大家致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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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要在这里感谢 各位贵宾 还有新闻界的记者朋友们 你们的力量 今天 我办理这场宴会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各界的朋友 都能够来参与 以及见证 我陈俊达这一生最重要的一时刻 应该这么说 应该这么说吧 一切都是造化弄人 这二十年里 我曾经失去了一段 非常重要的记忆 同时也让我失去了两位很重要的亲人 这让我这些日子里 保受兼劳 不过当然很幸运的 在今天 我要重新的 寻回我这两位之间 所以我在这里 也请各界的朋友们 大家见证 我陈俊达 要许下一个承诺 将用我后半身 所有的心血 来照顾文秀 和珍珍他们母女两位 让他们两位 能够有一个 幸福安稳的生活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记者朋友们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为大家 准备了精致的餐点 请大家尽情享用开怀畅饮 谢谢 来 各位 谢谢 谢谢 来 我 来 我 今天真的非常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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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简单介绍一下吧 阿姨 这是文秀阿姨 这是珍珍 文秀阿姨 这是芳芳阿姨 这是思琪 芳芳阿姨 你好 你不是说有东西要送给自己的吗 对 这是我一点心意 请收下吧 文秀阿姨 谢谢你的周到 我都没有给珍珍准备什么礼物 没关系阿姨 这个宴会就已经是最好的礼物了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文秀阿姨 你 你坐吧 好 好 谢谢 从今天起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今后有什么需要的地方 尽管跟我说 千万别客气 至于珍珍 嗯 似其有的一切 她都会有的 谢谢你 文秀 这二十年来 委屈你了 我敬你 谢谢你 这边我干了 谢谢 来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思琪都已经二十岁了 还跟小孩子一样呢 长不大的 珍珍呢 珍珍今年多大了 我也二十岁 这么巧啊 我记得 思琪好像是 六月份出生的 那珍珍你呢 我也是六月份生的 六月十号 同年同月同日的 太巧了 我呢 因为婚礼当天出了点状况 所以思琪早产了两个月 那个 按理说呢 珍珍应该比思琪大 思琪啊 叫珍珍姐姐 姐姐 姐姐 思琪妹妹你好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我敬你杯酒吧 那怎么好意思呢 应该是妹妹敬姐姐才对吧 不过也好啊 多个姐姐 以后可以一起陪我聊天 逛街 K哥 上网 泡巴 还可以去做SPA 姐姐 你最喜欢哪一样 你后边说的那些 我都不知道 我喜欢逛街和聊天 没关系啊 反正以后你就跟着我就对了 你进我们家 不就是为了野鸡变凤凰的吗 思琪 好了好了 还是妹妹来静静姐姐吧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大家不要拍不要拍 好了不要拍不要拍 不要拍 不要拍了不要拍了 你看报纸上这张照片 你把珍珍弄得多狼狈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我又不是故意的 怪我干嘛 记者要怎么写我能控制呀 当初不是你要职于公主于事的 你就应该想到有这个后果 老百姓最爱看的 看好门人院了 现在来怪我 你还有理了你啊 真真是你姐姐 什么姐姐 我妈十月快她就生我一个 其他阿妈阿狗我才不认呢 你在说什么你啊 好了 你们俩父女能不能不吵 好好说行不行 别对你爸爸乱吼 俊达思琪她不是故意的 你消消气吧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替她说话 你知不知道 没事就是因为你护着她 让她造成这么坏的个性 我错你怪我就行了 你别扯伤妈妈又没做错什么 你现在知道错了 去到房间去 去给珍珍道歉 我宴会上已经道过歉了 我要你去 我不去我就不 我道过歉了为什么还要去 难道我给她跪下呀 从小到大就没有人教过我要这么做 自己 俊达 你别为难孩子了 道歉是吗 我去 妈 芳芳 妈 爸 是不是现在在你眼里 只有那对母女才是你的亲人 我跟妈的感受你就再也不顾了是不是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 明镜观运 敢生 吴